绝缘体的一个界电值的球 界电值的球 它的中心有一个 Electric Dipo 有个Electric Dipo 当然有Dipo Moment 那么现在我们要求它 里头跟外头的 求里面跟求外面的电场 跟电位 里头有一个Dipo Moment 那么这个是 Epsilon R 那上面外面就是Epsilon R等于E 空气就是这样子了 那这个大二 半径 我们已经解了 我们解了Plast Equation 然后我们得了通解 我把这个通解什么再写一遍 通解是这个东西 Sigma L等于0到无限大 A L R乘上R的L次方 再加上R的L加1 分子B L P L Cos Theta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R的范围 在球内跟球外的范围定出来 说它们可能会有什么值 于是我们就得到 球外它的Potential R20 是等于Sigma L等于0 无限大 R L加1 B L 这是第一式 然后呢 然后呢 球内 V R Zeta 等于Sigma L 等于0 A L R的L次方 P L Cos Theta 再加上 4Pi Epsilon Zero Epsilon R R平方 P Cos Theta 这个是第二式 我们已经解过它的 带过它的一个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我们已经带过一个 我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条件 第一个条件它就是利用 电位有连续性 连续 它的什么连续呢 电位的值是连续 还有啊 它的 微分 就是它的邪律 也必须是一个 连续的 然后我们就是 内 Theta 等于外 R Theta 我们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得到 得到几个式子 得到两个式子 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L等于1的时候 我们有B1 要等于A1 R1 再加上 这个就是 常常常会有 就是R 再加上4Pi Y0 YR R平方 好 我写错了 我写错了 抄到上面去了 R的三次方 加上 4Pi Y0 YR P 好 这是Equation 3 然后我们 把L不等于1 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 BL 要等于R的 2L加1 乘上AL 然后这个是 Equation 4 好 现在我们带第二个边界条件 第二个边界条件 我们就是用什么 我们 以前讲过 如果一个 一个面上面 带有自由电荷密度的话 它是Divergent 1 要等于 好 有这个 我们就得到 这个式子 Parsure V over Partial R 好 那我们 说这个R 我们用Plus 就是在外面 这个是 Parsure V Parsure R 在界电子的内部 要等于负的 Sigma B over Y0 用这个 这是 这个是边界条件 第二个边界条件 用这个 好 用这个的结果 我们就把这个V 对R作片为分 第一式里面就是把R 我们用这个 第一式子是外面的了 球外 这个是球外的了 这个就用第二式 用球内的 好 我们就 得到这个式子 我们说 Parsure V over Partial R 有时候用这个表示 这个其实就是 球外的意思了 你的Potential要用球外 OK 好 减掉 Parsure V over Partial R 用球内的 好 等于 我们就把 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于是呢 我们就得到 L L 从零 到无限大 L加1 乘上 R L加2 BL PL cosθ 好吧 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头去 我们就得 这个式子 4 π ε0 YR 的 R 三次方 两倍的 P cosθ 减掉 Summation L 等于 0 到 无限大 L 乘上 AL R的L 加1次方 减1次方 因为它本来是L次方 微分以后就变成这个 PL 的cosθ 这两个相减 要等于这个 等于负的 Sigma B over Y0 我们再继续地画解 再继续地画下去 它可以等于 Y0 分之1 它是我们写到这里 这不应该写到这一边 我们这个连续下去 SigmaB 是 它的Bounded Charge Surface Bounded Charge Density 它等于什么呢 它是P Dot N P Dot N Over Y0 那这个N 因为是朝外 这是介质嘛 所以朝外 这个N 就是Normal方向的 单位向量 它是等于 R Univactor 所以 这个呢 也就等于 负的 Polarization Dot R Univactor Over Y0 好 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Polarization 用这个带 Polarization 它是等于 Y0 Ki E 乘上 Electric Field Dot R Univactor OK 好 不过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Polarization 在哪里的值呢 在这个 这个N 这个我们应该写 R要等于 大R R 等于 大R R等于 大R OK 就是说在 球面上的值 球面上的值 因为它这个 Surface Charge 一定是在 表面的值 好 我们 就可以把这个 再写成 Ki 这个拿出 出来 那 这个东西呢 E Y0 约掉了 对不对 好 E是等于 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这个是在 表面上的 这个是 这个也是 一样 R要等于 R 在表面上的 所以呢 它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Partial R OK 那就是 R等于 R的时候 不过你这个时候的V 是要用球内的 球内的 我们写这个 R R负的 好了 就是表示是在 球内的意思 好 现在 我们再把这个 Ki 你这个Ki 不要写得像X哦 它是这个尾巴要弄长一点 那你们有时候写这个 那个符号 我真的 看不懂 Omega 有的同学写的什么 跟W一样 跟W一样 根本就 看不出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 那希腊字母 你要 学会 它是怎么写 好 那 这个 要等于 Partial V P over Partial R Partial V 这个 因为这是球内的 球内的 你把球内的这个来 微分一下 把球内的这个来 微分一下 这个微分一下 以后 它就变成 这个式 4Pi Y0 YR 三次方 两个P Cosin Theta 再加上Sigma L A L R的 L减一次方 P L Cosin Theta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就 有 左边是 这个值 左边是 这个值 这个 左边是 这个 好 那么 这个一路 等到这边 等到这个地方 来了 然后这个 就是它 就是它 就是 这个式子 等于 这个式子 那现在 我们就来 看看 当L 不等于 1 的时候 时候 L不等于 1的时候 这个是L等于 1吗 这个是L等于 1 OK 那L不等于 1就是这两个 那它就变成 好 你这个不要了 这个 要等于 这个 这个L等于 1我们也 那就不等于 1就是等于 这个东西了 那大家 这个L可以等于 就是不等于 1 它可以等于 0 2 3 4 5 6 7 8 9 10 都可以 那么 多项事 两边都是 多项事 多项事 相等的时候 一定是 每一项 对应项 它的 细数要相等 于是我们就 把它的细数 写出来 细数 是 负 L 加1 BL 甚至 R L 加2 减掉L L A L R L 减1 这个 不等于 1的时候 它的 细数 就是这个 第一项 然后这里 也有 L等于 1 就是这个 要等于 这边的 等于 这边的 这边的 这个 这个不要了 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等于 Ki L A L R R 的 L 减1 这个 它的 系数 就是这个 东西 这两个 相等 我们现在 把第四 是 L 不等于 1 对不对 这个1 没写 把第四 是 带入 这个 式子 带入 这个式子 我们就得 负 的 2 L 加1 Al R 的 L 减1次方 要等于 Ki E L Al R 的 L 减1次方 减1次方 好 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要相等 两个要相等 那么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约掉了 对不对 这个约掉了 那么我们 可以从这个式子里面 得到这个 Al Al等于 这个Al 你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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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都有Al 那么 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你要相等 怎么相等法 L等于0 0带进去 也不相等 0 2带进去 也不相等 3带进去 也不相等 只有什么 带进去相等 Al 等于0 才可以 Al 要等于0 OK 或者你 你把这个 拿过来 把Al 提出来 其他的 像不等于0 要等于0 那就是Al 等于0 所以我们 从这个地方 知道 Al 等于0 等于0 OK 这个标约 没有关系 从这里 得到Al 要等于0 好 那么我们再把 A 再看Al 等于1的时候 L等于1的时候 L等于1的时候 那就是这两边 L等于1 L等于1 那就是这个 跟 这个 相等 L等于1 OK 这个是L等于1 这个是 这也有L 等于1 我们把L等于1 带进去 它就可以是 -2 B1 R的三次方 加上 4π Y0 Y2 R三次方 两倍的P cosθ 减掉 A1 L等于1 L等于1 那只有一项 就一项 L等于1 这就是cos 这是B1 这就是2 两倍的2 这个算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L等于1 A1 这个是等于1了 好 那 从这里 我们可以 把这个 算一算 L等于1 这是这一边 右边 L等于1 这个有 这个也是L等于1 OK 它就等于 Ki1 Ki1 负的 4π Y0 Y2 两倍的P cosθ 加A1 这是L等于1的时候 OK 我们再把这个画下去 于是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 B1 加上 P 4π Y0 Y2 减掉 A1 R 三次方 over2 好 要等于 负的 Ki1 Diple moment 4π Y0 Y2 加上 Ki1 A1 R三次方 over2 好 我们现在把第三式 带入这个式子 第三式 带入 上式 好 把第三式带入上式 这个 B1 带进来 Potential 这个是 这个是Diple moment 我写的 写清楚一点 OK 好 就得 A1 R3 Diple moment 加上 P 4π Y0 YR 再加上 Diple moment 4π Y0 YR 减掉 二分之 A1 R 3次方 这个要等于 负的 等于负的 4π Y0 YR 分之 Ki1 P 再加上 2倍的 Ki1 A1 R3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 再画一下 它就变成 A1 R 三次方 2 然后 3 加Ki1 要等于 Ki1 P 4π Y0 YR 好 我们就可以解除 A1 出来 A1 就可以解除 来了 好 A1 等于 4π Y0 R 三次方 三加 两倍的 4π Y0 R三次方 YR YR 加2 好 然后 这个是 两倍的 YR 减1 P 好 A解除了 我们现在要解B 我们把A带到第三次 第三次是A跟B的关系 现在把第三次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B1 我们就得B1要等于4π Y0 YR 分之P 好 1加上 两倍的YR 减1 1-1 YR 加2 要等于4π Y0 YR 好 B1也求出来了 好 那么 我们 说这个 A1的值也有了 B1的值也有了 这就是L等于1 OK OK 还有就是 A Al等于0 这个是L不等于1的时候呢 都是0 好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结果 A1 B1 我们将这个 A1 B1 及这个 带入 分别带入1 2 1 及2 两个式子 我们就得 VR θ 要等于 4π Y0 R 平方 P 乘上 cos θ 然后呢 3 YR 加2 好 这是 在 球外面 那么 球内部呢 球内部 它就是等于这个 4 4π Y0 我们再写一下 好了 YR 2平方 我们把球内球外写在前面 球外 加上 4π Y0 R R 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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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 然后两倍的 YR 减1 P R cos θ 好 我们再把这个化解 化解 它就等于 4π 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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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R 平方 P 乘 cos θ 1 加3 2 好 这个是球外 OK 球外当然就是R 等等等等 这个是球外 我这个球内球外都写 写错了 球外 球内 这是R 小于 等于R 好 我们就把potential 求出来 你如果要求它的电场 你就再 把这个 用 V gradient的负值 就等于 电场 哪一个 这个 这个 不等于1 这个 不等于1 其实L 这个0 这个L不等于1